有功夫就会有财富 欢迎收看功夫期货 我是齐王杰帅 各位东森财经的同学们 如果你们想要学会技术分析 战胜期货 现在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 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者透过LINEID 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小老鼠A957 直接加入杰帅的功夫期货 粉丝团队 一起来学功夫 在收看杰帅直播节目时 请记得一定要帮杰帅一个忙 记得帮杰帅 按赞 订阅 以及分享 如何按赞 订阅 跟分享呢 简单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这是各位观赏影片的画面 在各位观赏影片画面的左下角 有一个按赞的符号 麻烦各位 动动你们的手指头 点个赞 给杰帅一个赞就可以了 那如何订阅杰帅的节目呢 右下角有一个订阅的小铃铛 麻烦各位透过你们的手指头 把它点击打开之后 就可以订阅成功 每天收看到我的直播节目 那身旁有操作奇卧 跟选择权的亲朋好友 可以利用这个影片画面的 正下方这个地方 有一个分享键 直接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就可以了 好的 今天是1月26号 是台股的一个封关日 在这边结束 跟大家拜一个早年 祝福全国东升财经的同学们 2022年 都能够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 并且在新的一年里面 能够在金融市场里面 不管是做股票 做期货 做选择权 都能够大丰收 但是今天这个台北股市 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 台北股市 以及2月期指 今天最后 竟然是收黑 我们赶紧来关心一下 今天整个2月期指的行情变化 首先今天2月期指 开盘是开在17683 随即来到今天的最低点 17607 但是盘中 它曾经一度反弹到 17757 这个最高点 可是最后卖压出现 又把它杀下来 最后收在17625 那今天的行情基本上可以分为好几段 各位可以看到 这早上杀下来 这也是行情 上去又是行情 下来又是行情 这上上下下的行情 代表说今天 其实就是一个 上冲下行的区间震荡盘 那今天为什么在这个封关日的今天 会出现这样一个上冲下行的区间震荡盘 我们来看一下成交量 这个成交量今天竟然萎缩到只有2241亿 代表说今天在封关日的今天 不管是投资朋友也好 法人也好 外资也好 通通都在观望 观望的气氛非常浓厚 所以今天可以说是交投非常的清淡 那现货部分今天 也是收在17674 跌几点 跌了26点 代表说在这个地方很明显的 大家对于这个 这个过完农历年之后的一个行情 其实的态度是非常的这样 观望的 并没有说很积极 也没有说很乐观 那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的疫情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每天确诊的人数 好像也有在升温当中 对不对 那这个农历年 大家又要群聚在一起 而且国际之间 这个乌克兰跟这个俄罗斯 到底会不会打起来 也不晓得 那美国升息的问题 到底会不会升息 也没有人知道 所以在这个地方观望 我认为是很正常的 那既然是观望 那今天当然就是会盘整 那盘整盘到底要怎么做呢 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 我今天就要告诉大家 如果遇到这种台子期货的盘整盘 你应该要怎么操作 才能够把行情变成钞票 不管是往上涨 往下跌 它都是钞票 那当然我知道 有很多东森财经的同学们 你们全部都是在做股票 对于期货 对于选择权 你们可能比较陌生 那今天我就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其实不需要去 把它想成期货或选择权 你只要把期货这个商品 当作是一档股票来看就好了 各位假设 今天这上面不要告诉你 这是二月棋子的话 你把它当作一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的名字就叫二月棋子 那二月棋子这档股票 今天是不是上去又下来 那这样想是不是就比较简单了 不管是台积电 宏达电 或者是红海 一大堆股票的名称 你只要把这个台子 期货当作是一档股票来看待 然后你也可以做当中 也可以做长线 一样的 它都是一样的道理 你懂我意思吗 只是看你怎么做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们的节目 你就要长期的追踪来观察 为什么 因为结帅是东森财经里面 唯一一位 就是这么一位 就只有这么一位 在为各位分享 这个期货跟选择权的专业操作 那当然现阶段 今天现货收盘 封关收盘 投资朋友最关心的一定是 封关日后行情 到底要怎么看待 那我们赶紧就来进入 今天的一个状 这个主题 为大家来分享 大盘接下来要怎么看待 首先今天这行情 大盘收跌 26点 到底封关日后 台北股市 要怎么走 要怎么看 我今天特别做了一份研究报告 在盘中的时候 分享给我们全部 所有Light at的好朋友 那你只要是我Light at的好朋友 你一定收得到这份资料 那我们就赶紧来讲解一下 来各位 这是今天在开盘之后没多久 我把大盘的这个走势图 把它抓下来 各位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今天大盘开盘之后 基本上是开低多少 44点 那开低44点之后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根K棒 它的位置真的蛮糟糕的 为什么我说很糟糕 第一个 它在五日均线下方 它又在月线下方 它又在季线下方 现在这条半年线已经慢慢的越来越靠近了 到底半年线能不能守得住 其实没有人知道 那没关系 我们就线论线 先看到现在就好 不要去谈未来 就现在来讲 今天开盘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根本都在五日均线月线季线下方 那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空方控盘 所以今天为什么上不去 因为空方在控盘当中 所以盘中的反弹 都是要让你的股票逃命的 千万不要在盘中看到 涨上去了很高兴 就想要买股票 然后给它报股过年 我告诉大家 我今天先给大家一个结论 这个基本上这个年 如果是我的话 我不会报任何股票过年 因为我觉得风险实在太大了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 目前整个局势 都还是在空方控盘当中 如果是在空方控盘当中 你报股过年 不就风险很大 那当然是这样 对不对 那为什么在空方控盘当中 除了第一个原因之外 还有其他原因 第一个原因 我们当然知道 它今天开低44点 在五日均线 月线季线下方 这个很明显 没有一条线 它是站上的 它当然是空方控盘 那风关日成交量 我刚刚也跟大家解释过了 成交量萎缩 观望气氛浓厚 容易形成盘整盘 所以你有没有看到 期货也好 现货也好 今天是不是都是在 搞上冲下行的行情 先上去再下来 根本上不去 到最后还是跌下来 因为空方在控盘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MACD 这个地方各位可以很清楚看到 MACD各位 在很久很久之前 我就跟大家讲 已经出现死亡交叉了 那这个地方在哪里 我们比对上来 慢慢的往上拉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什么 118575 各位这比对下来 刚刚好 非常准 非常的精准 18575把它核对下来 就是刚好出现死亡交叉的时候 那在这个地方 基本上 MACD持续死亡交叉 柱状体也在零轴下方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黑色的柱状体 越来越大根 越来越大根 没有这个收敛的一个情况 所以代表说 它在零轴下方 这个黑色的K线 K棒 这个柱状体越来越大根的话 代表说空方的气势 越来越旺盛 如果说它慢慢的收敛到零轴以上 还代表说有机会反弹上来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柱状体 它现在慢慢的越来越大根 代表什么意思 空方的力道越来越强 你要注意MACD是这样看的 当它柱状体越来越大根的时候 代表说它那个方向的力道 越来越强 那现在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死亡交叉之后 这个柱状体 它是不是越来一根比一根大根 到今天之后 这一根又比前面那一根大根 那所以在这地方 代表什么意思 空方趋势不变 既然空方趋势不变 可不可以报股过年 我认为不太适当 如果要报股过年的话 基本上除非你是报到 非常棒的股票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是非常冒险的一件事情 所以基本上在今天 如果你要问我说 可不可以报股过年 我个人认为是不太适合 报股过年 那你说过完农历年之后 新春会不会开红盘 我认为机会不高 我们讲良心话 我不要说为了要安慰你 讲一些你爱听的话来安慰你 机会真的不高 最主要是因为 现在的局势是在空方空盘 所以你如果问我说 开红盘的机会大不大 我告诉你 顶多就20% 顶多就20% 那有80%的机率 他会开低 我直接了当的告诉你结论 你把我今天这句话记下 过完年之后 我们一起来验证 你说会不会开高 开高的话 我认为开高绝对 开高的这个点数 我认为不会超过100点 如果是开高的话 那开低的话 很有机会直接跳空 往下跌100点以上 如果说这个新春农历年 我们的这个确诊的人数 又上升了 那刚好新春农历年间 医院可能这个上班工作人员 又比较少的情况之下 可能会跟去年的封关一样 在这个新春开盘的时候 他又怎样重挫 这个机会不是没有 而且我觉得很大 所以在这个地方基本上 怎么可以报复过年 如果是的话 我宁可怎样 空手 我不要任何股票 甚至于我会去放空股票 各位我是讲 真的 我是对于大盘的看法 是怎么看我就怎么说 我不会说为了要讨好观众 特别是东森财经你们可能都做股票 你们可能希望听到杰帅说一些好听的吉祥的话给你们听 但是这样子没有用啊 我要讲真话 讲真话才是我上这个节目最大的一个这样 原则 因为这个上电视 或者是上这个网路啊 如果你讲了一些是一些微心之论的话 那这样的分析我认为就不够客观 那当一个分析师就是要怎样 看线论线 看盘呢 盘是怎么走 我们就应该要怎么分析 这样才是一个公正的分析师 所以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是不宜报股过年 那当然出此之外 我们再来看KD指标 各位有没有看到KD指标 也是在死亡交叉 这个死亡交叉基本上呢 跟这个MACD的时间点都很像 各位有没有看到 整个拉远我们再往上对 那这个时间点在什么地方 就在这个18575这个地方 那这个18575我曾经教过大家很多遍 这是一个变盘导锤线 没错吧 那变盘导锤线后面连续拉出好几根黑K棒 所以它趋势往下掉 而且这里我画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形 各位这个图形是不是跟英文字母的M很像 各位这个叫18619 这个叫18575 从这里冲上来到历史的高点18619之后 它往下回撤季线 来到18043 这里下来 这里上去 这里下来 这里再上去 上来之后 这个高点比这个高点还低 形成了头头低的一个情况 来M头就成型了 这个M头成型基本上非常的明确 所以在这里我也曾经教过大家 在这个KD指标 MACD死亡交叉的情况之下 基本上这个趋势本来就在空方 可是今天为什么会反弹 因为今天你可以发现到 这个三条线基本上都已经接近了这个20 我讲过了 来到20这个地方 你有没有看到 来到20地方这个叫超卖区 就容易跌升反弹 所以今天基本上早上为什么会反弹 因为他已经杀到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我敢讲当时的KD指标 就是这个地方 现货开盘没多久的时候 刚好来到20这个地方 所以他才会跌升反弹 你有没有发现 很刚好没有8点59分 现货快开盘的时候 他刚好杀到低点 那这个时候是现货刚开盘没多久 我所抓下来的KD指标 他刚好当时都是在20这附近 所以他当然会容易形成跌升反弹 那这个行情为什么还是一样在空方空盘 各位我讲过了你要认识盘头形态 其中第三个状况叫做头肩顶 双重顶 这个叫头 双重顶不是头肩顶 头肩顶是第一个情况 这个叫双重顶 所以双重顶就是这里一个顶 这个顶这个叫M头 各位这个M头跟这个像不像 你自己说 现在我想大家都看了一清二楚 然后最关键的就是这根K棒18575 我跟大家讲过很多遍 这是至高档向下回档的八个K线下杀讯 其中你只要看到在高档地区 出现了天线般的长上影线 如同这一根18575 它是不是留下了很长的上影线 没错吧 然后后面是不是连续拉出了三根以上的黑K棒 这个就很容易向下回档下杀 这个是一个至高档向下回档的八个K线下杀讯 这个加上这个 所以当然不回眼蓝 你了解我意思吗 好 那像这样的一份资料我讲过了 其实不管是东森的财经 或任何投资朋友 你想要得到它都不需要花任何一毛钱 你只需要拿出你的手机 扫描影片中的QR Code 或者透过Lite ID 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跟结帅当个好朋友 加个Lite 加个Lite当好朋友之后 你就可以免费得到这份资料 那这份资料我讲过了 我每天攀钟 其实都会免费分享 在我们的功夫期货Lite里面 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透过Lite ID 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加Lite之后 记得还要再做一件事情 一定要传一个贴图 或打声招呼 让结帅真的看到你加入了 如果你只是加Lite 你没有传任何文字讯息 你没有传任何的贴图 结帅看不到你 我自然就没有办法 把这些宝贵的资料 传到你手机里面 所以不是只有加Lite那么简单 加了Lite之后 一定要让我看到你 怎么让我看到你 你随便传一个早安 午安 晚安 随便传一个文字讯 你OK 老师好 老师早 老师午安 老师晚安 都没关系 一定要让我看到你 这个讯息一定要传进来 我才看得到 看到你之后 我才能够把这些宝贵的资料 每一天 我再讲一遍了 是每一天 主动的传到你手机的Lite里面 让你跟我们一起来学会技术分析 那为什么要学这个技术分析 因为学会技术分析之后 你的胜率才能够提高 所以我们一样 要来看一下我们的实战 如果说技术分析100分 操作却0分的话 那这种技术分析不要也罢 你了解我意思吗 技术分析的目的 就是要提高我们的胜率 所以我们开始来讲解 今天的实战操作咯 来开始咯 那今天我刚刚讲过了 今天是盘整盘 对不对 今天的这个操作 就要非常的有技巧 所谓的盘整盘 基本上如果投资朋友 你使用的是一般 红买绿脉超盘软体的话 你会发现今天被 多空双疤修理得很凄惨 你会发现你只要在 这个杀下来之后去放空 他就弹上去 反弹上去的时候 你去追多 他就杀下来 这就是盘整盘的特性 那为什么传统的 红买绿脉软体会被多空双疤呢 因为他没有精算转折的功能 那到底这个世界上 有没有精算转折功能的 超盘软体 当然有啊 我们来看一下哦 我们的系统 我们的系统叫做大碳级系统 各位你知道 我今天早上在一开盘的时候 我发了什么讯息给我的会员吗 你先看一下 你就知道了 来这个是8点45分40秒 我今天一开盘 所发给会员的讯息 来我告诉会员朋友 今天多单的短线压力 这个停利点 在17741 这个叫17741 那空单短线的支撑停利点 在哪里 17624 来各位 你只要记住这句话就好 这是今天早上8点45分40秒 我们全体起指当中会员的讯息 我告诉他们 今天的压力在17741 我们来核对一下 今天最高在哪里 17757 来各位 时间是在10点51分 然后支撑在哪里 17624 这个17624 在这个8点59分的时候来 结果是不是反弹上去 来到高点17757之后 是不是再杀下来 所以你发现到什么 今天的支撑跟压力 都被曾老师精准的抓到了 那曾老师为什么这么厉害 在开盘40秒就知道 这个不是我厉害 我等一下会告诉你 这两个价位怎么来的 请你慢慢的往下看 来 这两个点 我稍微记一下 一个叫压力17741 我们比对一下 最高17757 我们算出来压力17741 那支撑17624 今天最低点17607 好 来各位 我们开始来讲解今天的操作 今天开盘 我刚刚讲了 同时跌破了五日均线 月线季线 所以是空方空盘 因此今天早上 我连想都没有想 在8点46分 我们就直接放空了 那我把完整的简讯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2月起始的报价 在17651附近 收讯之后 不管价位多少 直接做空两口大台 直接做空两口大台 那这个做空两口大台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 这个基本上8点46分 放空下来之后 还是有价差转 但是你必须要在8点59分的时候 把这个空单补掉 这个空单才赚得到 好 那这是我们全体会员 今天8点46分的动作 那接着请你往下看 8点47分 我赶快提醒会员 这个市价空单 不管你成交价位多少 我们都建议短线操作 17624停地出场 这是8点47分的事情 来到了8点59分 出现了今天的最低点 17607 对不对 那当然你一定会说 老师你这个空单出得很漂亮 对不对 那为什么你会在这个地方出 你出场的依据是什么 而且你为什么要在这个 17624这个价位出 那其实这个原因 其实刚刚各位看到答案了 这个原因就是在8点45分 8点45分40秒的时候 我发给会员的讯息里面提到的支撑 叫17624 那这个17624当然就是支撑 那支撑当然就把空单补掉 拿下54点 可是投资朋友 你会说老师你这个624是怎么来的 那怎么来我告诉你答案 这个来的原因就是来自于 这里请拉近 我们的系统 其实在今天早上开盘没多久 他就把这个支撑转折17624算出来 那当时我也在看我们的系统 所以我很清楚的知道 今天的低点转折就叫做17624 我也就是因为这个依据 所以告诉会员朋友 来 不管你的空单成交在哪个地方 成交在哪里 都建议短线操作17624 要把它停留掉 这个空单为什么要停留掉 在这个17624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的系统 所算出来的支撑转折叫17624 所以我当然要赶快把空单 补在这个地方 才不会被嘎上去 如果说今天空单 没有在17624补掉的话 那反弹上去那段行情 我们的空单 本来该赚的没赚到之外 还会停损出场 所以这个空单 基本上在盘整盘的时候 一定要在低档地区 给它回补掉 你才不会爆下又爆上 好那回补完之后 基本上 如果说你有我们这套 大探级系统的话 就算盘整盘 你都不会追高杀低 你今天会在17624做多 我们就问一下 今天假设你能够在17624 找盘这个地方 接多单的话 那这段涨上去的行情 你是不是可以赚得非常开心 没错吧 所以重点就是在盘整盘的时候 你要知道低点 要知道高点 盘整盘最重要 就是要知道那个转折 低点转折跟高点转折 如果你知道的话 它根本伤不到你 就像今天我们的会员朋友 如果使用大探级系统的话 他们今天会在17624去做多 那做多之后 我刚刚讲了 做多上去之后 那来到压力点 要不要出掉 要出掉 那压力点到底在哪里 来亲爱的投资者 我们接着往下看 既然能够算出支撑 它就能够算出压力 很厉害吧 这个压力转折 它算出来叫多少 17741 17741 所以你看 这个17624做多 来到17741把它出掉 涨几点 234点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你跟着我们这套系统来做的话 这边624做多 来到这个地方 741把它卖掉之后 这段行情 你就可以拿下来了 拿下几点 234点 那当然如果你有大探级系统 你会再放空一次 在哪里放空 17741 咱就问一下 今天你要当17741 这个地方 转折高点 放空下来的话 是不是又100多点 那到收盘的时候 625把它补掉 来基本上你就会发现到 今天 上上下下 你又可以拿下520点的机会 来我们一个一个来讲解 首先今天早上开盘 我赶快发讯息 告诉会员放空 接着我赶快告诉他们 要在17624补掉 拿下54点 17624 你只要我们系统的话 你今天会在这个低档地区做多 来到高档的压力转折 再把它卖掉 再涨几点 234点 高点 再给它放空下来 一直到收盘 给它补掉 再跌几点 232点 把这三笔交易全部加起来 共计涨几点 520点 好 那除此之外 我们再来看一下选择权的操作 我再讲一遍 我目前是东森财经里面 唯一一位 每天跟你分享 期货跟选择权专业操作的分析师 其他的老师 清理社都在讲股票 那为什么其他老师都在讲股票 因为东森财经的同学们 大多数人都在做股票 那现在在走空头 走空头怎么办 那些老师帮不了你 只有我帮得了你 因为我可以告诉你 如何透过期货跟选择权来套利 来避险 把你的股票的这个伤害 降到最低 那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选择权 为什么要提到这个选择权 因为不见得每个投资朋友手楼上的操作资金 都很充裕 所以我们当然要讲这个选择权 那选择权 它是不是 就是资金不需要太多就可以操作 当然是 我们都晓得会做选择权 都有一个概念 它叫以小博大 买方风险有限 获利无限 这是选择权的一个最大的 买方最大的一个优势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选择权该怎么做 今天既然早上我建议会员放空 所以我们选择权也同步买进卖权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今天这个卖权怎么操作的 首先今天这个卖权 我们在8点47分出手 1月第四周选择权 17700 17700的卖权 现在报价在69点附近 搜寻之后不管价位多少 直接试价至少买进20口 来各位看一下 这是17700的卖权 今天最后结算的时候是归零 归零高 但是早上它最高8点59分的时候 它冲到90点 如果说这一笔单你有在这个高档地区 90点附近跑掉的话 那还是可以赚钱 虽然说你买在69点 但是还是有机会赚钱 那怎么赚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了8点49分 选择权当中班手上 1月第四周选择权 17700的卖权 69点的部位 我们今天建议短线操作 挂89点出场 实在是太漂亮了 因为今天最高来到90点 8点59分 我们在8点49分的时候 就告诉会员朋友 今天这个卖权 我们建议短线操作 写得很清楚 挂89点出场 好 为什么今天这个卖权 我不跟他拼翻倍 为什么要跑短线 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在今天早上 8点45分40秒的时候 我经过系统的一个计算 我告诉会员朋友 今天的压力转折在17741 支撑转折在17624 所以当时我估计到17624 这个地方 基本上只要获利20点 跑个短线就可以了 所以今天这个卖权 基本上跑个短线 基本上还是可以赚钱 我们来算一下 69点买进20口 89点出场20口 你的69000块 在今天一样可以变成89000块 当你的69000块 变成89000块的时候 就代表你的口袋的价差 多了2万块钱出来 这个多2万块钱出来 就等于大台指几点 100点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不管你是做期货 或做选择权 今天就算是盘整盘 你只要是跟着结帅来操作 你只要使用结帅 所发明出来 这个大碳级期货系统 你还是一样可以轻轻松松的 把行情变成钞票 那当然 今天是1月26号的封关日 从明天开始 台北股市 它就不再开盘了 那当然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想1月份 我刚接触这个 东森财经的频道 有很多东森财经的同学 都加入结帅这个Lite 我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那为了要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个 天大的好消息 当然明天开始 台北股市就不开盘了 我们也封关休假 可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的工作人员 非常的认真 我要跟大家报告的 第一个好消息就是 1月27号从明天开始 一直到2月6号 虽然说这段时间 我们放春节连续假期 可是我们公司的服务 完全不休息 那任何东森财经的同学们 你们有任何的疑问 都可以透过我们公司的 免付费电话 0800-370-888 直接来询问 直接来询问 任何你想要了解的问题 包含结帅的这个 操作也好 包含结帅的这些资料 平常分享给大家资料 甚至于有些人 可能不太会加Lite的 都没关系 你可以直接打电话进来问说 那个结帅老师的Lite怎么加 我不会加 那各位都可以利用这支电话 来询问我们公司的服务人员 我们春节连续假期时间 服务完全不休息 不打烊 一样持续的为大家来做服务 那第二个好消息是什么呢 第二个好消息很简单 来这个活动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因为这活动是春节特别活动 叫虎虎生风双喜临门 我们有三大商品 分别是大碳级期货系统 期指当中讯息 选择权当中讯息 你任选择一项 我们就会再赠送你一项 各位 这样有没有很干脆 这个活动是不是很优惠 选一项就多一项 等于说你随便选一个 你就变两个 选一个你就变两个 而且不加价 了解我的意思吗 那这个活动到2月7号 新春开盘之后 下午6点结案 请大家一定要把握 那如何来询问这个活动 很简单 有三个方式你就可以问 第一个扫描这个QR Code 或者透过LINEID 直接搜寻小老鼠A957 来扫描QR Code 或者透过LINEID 搜寻小老鼠A957 就可以直接加入 结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 成为结帅的功夫期货粉丝团 有很多好处 首先第一个 你跟结帅打招呼 确认好友关系之后 结帅每天都会把我的研究报告 技术分析 免费的传到你手机的LINE 里面 这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 你可以透过这个LINE 来询问结帅任何操作上的问题 包含 你想要了解股票 期货 选择选 都可以问 那最重要的是 如果说你觉得加LINE太慢的话 你也可以透过我们公司的专线电话 0800-370-888 直接来询问 所有你想了解的问题 那在这边 结帅祝福各位 2022年 大家都能够鼓鼓身风 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 平平安安的过好年 恭喜大家发财 过完春节之后 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